中国对于台湾的旅游禁令还没有开放 所以陆克到现在都不能够以自由行或是组团的方式来台旅游 陆委会表示 基于对等原则 呼吁两岸是要好好的沟通协商 才有机会可以早一点恢复两岸的团客互访 有台北的商圈业者是期待说 如果可以增加陆克的收费易助 就可以强化产业复苏 边境解封后来到台北市知名景点 永康商圈观察 各国观光人潮已明显回流 主要以日本韩国客为大宗 因为在中国尚未开放旅游团来台的情况下 我国也因此还没解除对中禁团令 而商圈理事长坦言 若有陆克的消费能力 溢注 势必能加强带动商圈复苏 永康街店家表达对两岸观光开放交流乐观其全 旅行业者更是已经等不及 不过陆伦会指出 虽然中方今年五月宣布恢复台湾团客赴中国旅游 但中国二零二零年禁团客 二零一九年禁自由行来台以来 政策至今没改变 若两岸没有对等开放 恐怕影响台湾国内观光发展 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 到用自由行的方式到中国大陆 中共那边到目前为止 一直不肯开放团客也好自由行 也不肯开放他们的同学到我们这边来 主管机关已经透过管道跟他们谈到 我们相互的来开放 陆伦会强调希望两岸透过观光小两会机制 以对等方式协商 才有望早日恢复两岸团客互放 节目是先几文台北报道